好 那永萍姐想进一步请教 昨天这样态势看起来 这个小草没有被拔光 而且是长得更加茂密了 那当然也是给了民众党中央 一些定心丸吞下来了 所以现在大家就在好奇 现在少了一个柯文哲 下一个民众党的主字会是谁 好 刚才我们的电视墙 提到了一个人选 那当然就是蔡壁如嘛 不过因为他现在是在 台中耕耘的时间比较多 而且好像还是被 这个民众党中央的部分人 是给排挙在外的 所以刚才的分析是 他有没有这个机会 透过在地方 鸭子划水慢慢的划回党中央 你怎么认为 我觉得啊 这个我首先我先分析民众党 昨天集结成功 但是他的诉求 还是围绕在柯文哲的 这个信念而来 那他因为打着是对柯文哲讨公道 尤其是刚才你们也讲了 昨天的那个最高峰 流量的最高峰 那这个也是合情合理 主要陈佩奇呢 就是扮演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最喜欢以及也最成功 诉求民众支持的那种 被政治迫害受难者家属的形象 昨天的这个感情牌 是这个陈佩奇 就是柯文哲的太太 来扮演这样的角色 而昨天的如果说是直播的流量 各方面也在陈佩奇上台 那个段落达到最高峰 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还有他们的整个诉求 所以第一个呢 我觉得柯文哲 因为他现在是属于 还在侦查被羁押的状态 那大家也知道这个羁押呢 你本来法定就是说 你羁押一次两个月 你在两个月内呢 你必须要赶快把它侦查 这个结束 那你侦查结束呢 理论上两个月内呢 他应该要完成起诉 那完成起诉 如果他需要的证人 各方面呢 都完全各方面都公辞完成 这个案子情况明朗 只要没有勾串 串政的嫌疑呢 其实理论上柯文哲最短呢 他可以在两个月后 这个他就可以 这个不管是交保 或者各方面 他就可以脱离这个羁押的状态 那在侦查阶段的羁押 如果检察官觉得时间不够 他必须再延压一次的话 而那个延压 一样是要受到法院的同意 那么即使同意呢 他也顶多再增加两个月 那我仔细讲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 是说这一次柯文哲在他还没有任何 起诉或者是进入到司法 根本还没有连一审都还没有开始走的这个状况 现在柯文哲的暂时不在呢 也顶多就是四个月 短则两个月多则四个月 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而现在民众党呢 他所诉求是说 至少你在被定罪之前呢 你必须要相信柯文哲是无辜的 而且呢你要希望说 这个司法的程序呢 必须要公正 不可以有政治的黑手介入等等 他如果要一直维持这样的诉求 其实在这个时候 如果就立刻有一个党主席 去取代了柯文哲 那到时候柯文哲两个月他一旦出来 或者四个月他积压出来了以后 那岂不很尴尬呢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到底会不会 立刻在两个月 第一次积压的这个两个月内 就产生出来一个所谓的代理党主席 我个人是画问号的啦 因为两个月的时间并不长 何况柯文哲本来就请假三个月 那在这个时候运用 这个目前他的一个紧急应变中心的 集体领导的形式 而这个集体领导呢 现在就先 因为立法院也开立了嘛 那立法院现在是对民众党来讲 是最有权利的 立法委员等于是他们目前 政治人物来讲最大咖的人 而由立法院的总召黄国昌呢 那大家做一个紧急应变中心 暂时性的集体领导呢 度过前期的这个两三个月呢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除非是说柯文哲本身有讲话 说他直接说你们现在去选一个代理党主席 或者是本来有媒体放 有些消息揣测说他会不会辞掉党主席等等 不过我认为在昨天小草集结 超过预料之外的成功之后呢 我不太认为柯文哲呢 有辞去党主席的 目前的这种政治动机 他个人怎么想我不知道 就是说这种政治压力呢 应该对柯文哲来讲下降 那假设他不请辞 还维持一个集体领导的话 那对于蔡碧如呢 他有很多人期待 他必须要扮演一个角色 我觉得他就可以从台中 慢慢回归到这个集体领导 因为这个集体领导 也不涉及到这个蔡碧如讲的 他现在是一个有几职的台中市的市政顾问 那他不适合扮演一个太活跃的党务的角色 因为他这样他就没有这个市政顾问需要辞职的部分 因为对蔡碧如来讲 他台中的这个市政顾问呢 非常有指标性 因为这个等于他当时去选举对台中民众的一个承诺 所以他也不应该轻言悔气 那如果用集体领导的方式 我觉得昨天蔡碧如的出现 对一些支持蔡碧如有感情的民众党支持者来讲 也是打一个强心针 那可以透过参与集体领导的方式 那慢慢的把民众党本来感觉分风离析 不同派系 很多人不同调的情况 可以慢慢的形成一个团结 一致对外的气势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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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